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佩文 法輪大法從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大師開傳 至今已經洪傳了31年 有中國的學者律師經過長期的觀察 深思法輪功現象之後 這些學者律師 近日接受《大紀元》記者訪問時表示 李大師和法輪大法是來救人的 曾經代理過法輪功案件的大陸的律師 法名張新向《大紀元》記者表示 自己代理的法輪功案件至少有四五十宗 對法輪功群體比較了解 對法輪功人品和堅持信仰真善忍的精神是相當肯定 張新有幾點感想 第一 法輪功這種信仰 很有希望成為世界三大宗教之外的第四大宗教 還有一點就是世界三大宗教包括基督、釋迦茅尼等這些人 都是在它去世之後 這個宗教經過幾百年上千年的發展 才成為世界級的宗教 但是法輪大法這種信仰 是始創人在世的時候就已經是遍佈世界 信徒非常之多 這是令人難以自信 我的感覺是非常驚喜 張新強調 我的推測它會成為世界的第四大宗教 只不過法輪功發源地是在中國 中國現在是中共極權專制的社會 對宗教來說它是有與生俱來的恐懼 打壓非常嚴厲 我覺得法輪功遭到迫害的程度是遠遠超過當時三大宗教 在發源的時候所受到的迫害殘酷 它舉例中共是全方位的打壓 名義上搞臭、經濟上搞垮 甚至是人員上的消滅和消聲 是要強迫人轉化、放棄修煉 中共這個魔爪甚至是遍佈世界 綜合的上述 將新的總結是 所以法輪大法本身傳播的這種神奇程度 一個是法輪大法被打壓的這種殘酷程度 都是數一數二 就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那種感覺 哲學研究者李美安先生在《513之際》寫了一首詩 向李洪志大師表示問候 兩千年輪度成生、救度眾生真善忍 耶穌血刑十架狗、東方拯救父身神 李美安向大紀元記者介紹這首詩的時候說 耶穌降生幾元年開始到現在是兩千多年 兩千多年之後由李大師提出的真善忍、拯救人類 李大師的意義跟兩千年前的耶穌是一樣 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血研究時間太久了 這次就由東方新的神 法輪大法來救人 李美安還對比說 當年耶穌的出現 耶穌是通過治病救人 令人感受到耶穌是神的兒子 耶穌就是神派下來救度眾生 他表示 這樣大師也是一樣 大師的法輪功 臉器功 也是治病救人 很多人信仰法輪功 都是有親身體驗 法輪功通過拯救生命 通過自身強身健體的方式 通過練功 人的身體確實是好了 他還強調 法輪功的出現 大師的出現 在歷史上跟耶穌的出現 也有很多接近的地方 這個也是一個歷史的必然 可以將兩件事情聯繫起來 耶穌說愛 法輪功也說普道 他要將每一個人當作拯救的對象 當作愛的對象 他認為中共的這種政治制度 天生就是背離道德 堅持道德的人 中共就要打壓你 李美安先生還說 所以中共天生就是跟真 跟善良是對立的 他給官員的權力 是使他們用權力換錢去剝削大家 這樣他的官員才能聽他的話 才能夠維護他的制度 他進一步表示 中共說謊做假就是他的本質 他的政權性質就是假 他打著無產階級 什麼解放全人類為了窮人 這些都是假 中共解放了這麼多年 工人、農民 卻越來越窮 在60年代還餓死了幾千萬人 從大陸逃亡到去美國一年的深圳企業家 孟軍近日向《大紀元》介紹 孟軍自己的大伯母當年就是練法輪功之後 強身健體 那個時候他就知道法輪功學員都是很善良的人 孟軍還說後來中共當局打壓後 逼孟軍的大伯母寫保證書不再練法輪功 但是被他的大伯母拒絕 於是就被中共當局抓了三次 後來就關在長春關監獄很久 幾年之後放了出來 翻皮沒多久就去世 孟軍表示當時不太了解真相 但是對所有中國國內媒體報導 都是說法輪功是不好的 大家都是半信半疑 後來接觸得多了之後就知道 中共對法輪功學員活摘器官 在遼寧有個基地專門是活摘法輪功學員的器官 了解了真相以後 他就覺得共產黨太邪惡、太可怕 但是為什麼中共反而不給練? 現在大家都認清了中共的一些嘴唇 原來這麼多年中共是刻意去妖魔化了法輪功 打擊法輪功學員、打擊李大師 在前一陣 孟軍讀了李大師的兩篇文章 李大師的兩篇文章 為什麼會有人類和為什麼要救度眾心? 他說我覺得實在太好 這個經文的問世 如是不久的將來夠熟就會有 這個令我們看到希望 他認為李大師傳播的真善忍是非常好 法輪功是令到這個社會和平和睦相處的一個法門 他還說李大師為人類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解救了全人類 說給人類人善的一面 傳遞了這種愛、這種美好的事物 令我們看到希望 給我們指引的方向 法輪大法也叫法輪功 是佛家上乘修煉功法 由李洪志先生於1992年在中國長春傳出 至今已經傳世31週年 法輪大法以真善忍為原則 指導人們修煉 使修煉者身心受益 法輪功至今已經洪傳視100多個國家和地區 受到世界各種民族的民眾的歡迎 在國際社會獲得數千項膨獎 2023年的5月13日是第24屆的法輪大法日 法輪大法鴻全世界31週年的紀念日 世界多個國家的政要向法輪功行員發出膨獎和賀信 表彰法輪大法始創人李洪志先生將法輪大法全給世界的傑出貢獻 並敦促所有的公民支持法輪功修煉者 為促進和平健康和和睦所做的努力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自大紀元記者落下的採訪 大紀元新聞網專題報導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贊 本節目部分內容已經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為促進新聞的 geri書 香港大紀元記者 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